老花一美得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他臭宝说老花一 十一出去玩了 回来之后小叶昙花这么事的呢 之前有一盆全日照 这盆是不是冻着了 夏天温度这么这么五度 这就是暴晒导致的 这个是晒斑 有个话说老花一昙花不能晒 不是不能晒 他不喜欢那种强光的一个暴晒 而且就加上你缺水啊再暴晒 你出去玩这几天你怎么不放屋里边 没事啊 把这个老叶子一剪 嘎嘎还会长新的 你看好多新芽呢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该玩的玩 这个没别的办法 你这个已经坏了的叶子 我也给你修不好 你就喷啥都骗你的修不好 坏了就坏了减掉 然后呢该给点肥料 给点肥料 夏天温宝说 我的熊童子居然开花了 开花了你想摘就摘 不想摘就不摘 90%的花友呢 养多肉就是为了看它的形态 而90%以上的多肉呢 都具备开花的功能 所以说开花这个 想让它开 你就开 想让它兽粉玩 想剪肿玩 那都是 养花你不就为了一个玩吗 如果说你看得不舒服 叭叭叭剪掉就行了 下个宝贝 这个花肚 卸以后的蝴蝶兰 叶片长得好 为什么只长叶不开花 多长时间了 它需要去低温的吹芽 吹花的 就是18到25度 别高于25度 别低于18度 就这个时间段这个温度 才是它催花出芽的一个关键 好吧 你用啥肥料 你那个不重要 该给的给 但是最重要的是靠温度来控制在这个栏花 臭宝说 我的石榴还有旧吗 长时间的这个感觉是水大 敲光通风擦呀 而且还有一个点 就是在结果的时候 营养给不上 它就掉叶子 对吧 保大还是保小吧 该死肥的得死肥 那石榴培景这种东西 最好是给足光照 你室内一敲光通风一擦 它也掉叶子 下个臭宝说 老花一你看看这个桂花是啥病啊 怎么样治啊 你把这种老叶剪了 给点翻肥水 该浇水的时候浇水就行了 你不能光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这个植物生长 施肥就像人吃饭 对吧 人一天三顿 到了植物是一个月三顿 你这一玩就好几个月饿了 我的天 下个臭宝说 这种玉树还有旧吗 这种玉树你旧不旧的 这么老吗 可以旧可以旧 而且呢 这个玉树啊 你上面的那些个叶片 摆一个叶子下来 涂里就是一棵玉树 我知道你想保留这个大脑桩 保留这个大脑桩呢 那你就把上面的叶子剪一剪 瘦热的这些枝条全部剪掉 让它再重新长就行了 一般不会是 草土 草土重新牵插那种样子 就像你们养个巴西木耳发财树那种感觉 别的没啥呢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想想问题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短力 来了 我说是老花一 烏费 嘻ell